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一八八 我是琪琪 朋友们就是 我看着现在中国学生的一个状态 我是真的有一点 觉得他们好可怜 但又有一点害怕 就是 我怎么觉得中国的整个教育氛围 它开始向那个1920年代 德国和日本那个 模式去前进了呀 就是 就是越来越 就是 害怕的同时让人心疼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 就这个精神状态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正常学校 谁会这样啊 就教育 教育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教育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人患上胃炎啊 多梦脊椎病啊 失眠啊 近视啊 神经衰弱啊 偏头痛啊 抑郁症啊 焦虑症啊 腰肌劳损啊 驼背 肝眼症 见翘炎 关节炎 腰间盘突出等等等等 就是说可以开试试大会 但是其实试试大会一般都是那个时候是打仗之前才开的嘛 现在就是非要普及到高考甚至中考前的话可以 但是你总得有点 就是说阴地质疑的一些变化吧 就是你怎么话术和这个鼓舞士气的这个word就跟要打仗了是一模一样呢 就是说这样的教育真的不会把人教坏吗 感觉真的是有一点跟当时德国的一个教育的氛围是一模一样的了 就是我觉得就下面听那些台上老是在喊的那个人 基本上脑子是一片空白的 别人啪 往他头上贴了一个暖宝宝 他都感觉不到别人往他脑门上贴了 只觉得自己脑门发热 还有这个 由于是现在贴了一番亲朋犯下人 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看 好 好 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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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末不是在群魔乱舞吗 就是最好的年纪 真的是最好的年纪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之前还有小粉红 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说 哎呀没有关系 就这样吧 中国孩子呢 现在就这么吃苦 你觉得就是在做这个 这么受罪的事情 美国随便就在那快乐教育吧 等到几十年之后 就让你知道谁更厉害 不是就是说呢 中国为了去抹黑西方的教育方式 为了把自己这边变态的 不合理的 不合人性的教育方式给合理化 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胡话 你还真的信了 就不说别的 就中国这样教育呢 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现在只是愈演愈烈了而已 毕竟之前其实也一直都是苦哈哈的 但是确实还没有到刚刚视频里那种 就是我不知道是变得更努力了呢 还是说他们已经瘋魔了的一个状态 那好说歹说也有一二十年了吧 那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 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来几个了呢 应该也是有三四代人上学了 那打眼一看怎么一个都没有啊 就是说现在还是跟在美国 或者说西方国家后面抄 然后去偷人家的一些东西 人家现在不想让偷了 他还在那气急败坏的 就是说中国十四多亿的人 怎么还拼不过这个快乐教育的美国 现在也才只有三亿多人啊 美国就不说了 你不单拼不过美国的三亿多人 以色列才几个人啊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就是说夸张一点可以说 他们是靠贩卖顶尖科技来赚钱 然后再生存 才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那他才多点的人啊 你十四多亿你都拼不过他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小粉红 你非要说不是教育方式出了问题的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人在如此完美的教育方式之下 更优秀的教育方式之下 还不如这些快乐教育的人吗 那所以就是说 中国人是集体智商有缺陷吗 就是智商方面 在脑子这方面 比其他国家的民族要差是吗 像是中国这样的教育方式 你不是在创造什么学神 或者说是科学家 你甚至说他真的什么家都创造不出来的 你只能创造一堆快回家 就是快乐教育呢 中国他去解读的那个方式 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去理解的那个意思 因为他就为了这样子宣传 那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西方这边呢 比较坚信这个兴趣是低生产力 而且呢近几年这个西方的教育 据我了解 他们越来越想要去侧重 去贴近生活了 就是不学那种没有什么用处的 就是在学校里 是不学那种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的 他们追求实用性 比如说就是像什么团队合作 社交能力 之类之类的 甚至说现在还有很多学校都有家政课 之类的 教你怎么打扫家庭的卫生 怎么做饭 甚至怎么去遛宠物 什么之类的 至于像是中国人看来 硬性要学的 数学化学物理这种 就是他们从来不追求说 孩子一定要在多小的年纪 会做多么难的题 就是说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就行 就是在甚至说都是在生活中 都是还有一定的实用性的内容 那么他们的主要目的呢 是在于让孩子多接触各类学科 发掘他们的一个兴趣爱好 据我所知 美国现在非常多的高中 都是在九年级和十年级的时候 都让孩子们去不停的尝试 各种各样的科目和学科 然后到了十一年级开始 他们才会定下来 自己固定要学的一些科目 而且甚至更宽广的来说 如果说孩子的心思 都不在学习上面的话 就是什么语书外这种 就是固定学科没有关系 喜欢什么都可以 就他们外国人真的想法挺简单的 就是热爱数学或者化学 或者物理的人 他们觉得说 作为个人 你真的热爱的话 你一旦接触到这种东西 你自己都会非常的感兴趣 别人去拦着不让学 那都不行 就像我认识的几个美国的学生 我觉得如果他们那个初中高中那个状态 在中国的话可能会骂死吧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话 他们几个人的情况 一律都会被称为偏科 并且是严重偏科 但是他们现在都在非常好的大学里面念书 然后对自己专业的热情 也都是持续高涨的 然后也许他们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刷题可能刷不过中国的一个学生 但是他们目前在他们自己想要学习的这个专业领域 我觉得应该是走的比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要更远的 有很多人都很奇怪 说这个美国的学生怎么一到大学就变样了 明明他们初中高中的数学题那么简单 为什么大学的内容好像就是瞬间到达另一个维度了 就一点也不简单了 因为美国他们像是会去报数学系这样的学生 他们都基本上都是对数学有相当热情存在的 他们很少会报有学哪个专业好找工作 这样的想法去选择自己要学习的一个专业 所以他们整个高中的数学本身要学的内容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是面向所有的孩子的 但是如果说他这个孩子本身是对这个数学 有非常高的学习热情的话 他们很早自己就已经学得很远了 而且他们也会有提供给这些 就是对某一个课程 某一单科非常感兴趣的孩子提供的专门的一个课程 而且美国它的学校是不会要求每个孩子 就是你不管喜不喜欢 擅不擅长 你都必须学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种 比较高的一个程度 像是美国这边的数学 就高中差不多就学到中国初中差不多 而且它设定的一个教学内容 大致就是你只要智商正常 就是都可以学会的东西 并且就是不需要去把这个孩子都折磨的 这个要死要活的 就是学生们只要努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除非就是说想不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处于迷茫的状态的话 那就也没办法了 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中国或者说大部分亚洲的教育方式是更好的 更高级的是能够更改变自己那个人生未来的 事实上 这都是骗你的呀 就是他们这样的教育方式就真的只是能把人给学废了 就像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个教写数学作业的歇斯底里的那个女老师 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本来还对数学正常观感的 我觉得恐怕也得变得讨厌数学了吧 就是再也不想学了可能 而且呢现在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越来越病态了 基本上除了学校的内容 他们很难接触到任何就是说固定科目之外的东西 只要他们在脱离课本之外去钻研学习一些什么的话 差不多就是在自己的脑门上贴上四个字 不务正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好小明现在突然回家跟这个家长说说 爸妈我不想上学了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木雕啊特别的痴迷 我准备去找一个就是这个深山老林里找一个老师专门学这个 这个木雕当然你可以替换很多东西 比如什么武师相声脱口秀等等等等 就是在中国家长眼里可能上不来台的那些东西吧 大家想想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估摸着大部分的中国父母可能都会把他打个半死吧 但是呢西方家长真的很少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喜欢上学 喜欢一些别的什么的 就是说学校的课程里面没有的东西就要死要活的 如果说孩子真心喜欢的话 大部分家长其实都是支持的 我之前看到过就是一家的有一家的奶奶 她为自己的孙子成为高级电工而骄傲 我知道就是在美国像这种蓝领的高级电工的话就会挣很多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人他还真的就不是因为赚的多才学 他就是喜欢这个 就是我真的觉得中共中国他们现在搞的这个真的有点太可恶了 就是你明明就是在毁掉别人的一个人生 而且呢还要偏要在他小的时候趁他小的时候没有什么见识的时候你去误导他 不要去羡慕外面的世界了 我们才是真心为你的未来去考虑的 他们现在快乐了将来可是特别痛苦的 你们现在看起来挺苦的将来你们就快乐了呀就过得很幸福了呀 事实上大家也看到了欧美的成年人跟中国的成年人相比更快乐 欧美的孩子跟这个中国的孩子相比也是更快乐 所以说白了就是中国孩子小时候苦长大更苦 欧美的孩子现在快乐将来更快乐 之前中国的网络上有流行过一个人生重开器 就是里面呢你在一出生的时候是随机的给你选择一个地区 然后呢他会根据国家地区的不同呢分为SSR、SR、R、N这四个等级 这个东西啊是中国人编程的 那么大家猜一下SSR是哪 对其实在中国人自己的眼里他也是欧美 那中国呢本身是放在R这一档的 原因呢就在于朝鲜实在是太突出了 所以说N这一档次呢就只能让他自己个人占领了 话又说回来就是1920年代 那日本和德国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教育氛围呢 就是军国主义嘛 当时教的是打仗 但是现在他们去灌输给孩子的一个精神的状态 其实就是跟那个时候一样的 就是战狼思想 到时候如果真的让他们去上战场什么的 就不知道 但是在那个上之前就绝对是熬熬的要去 比如说在这次欧战争之前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居然会想要去替俄罗斯打仗的 就去了之后他当然后悔末节了 说希望可以回国国家来救我吧 但中国就没有任何人理他嘛 那么在之前我其实也跟大家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之前真的就是看到有一位在伊朗的中国男生 他到了伊朗之后因为被偷了他所有的行李 身上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就是也回不去中国了 那只剩下护照了 然后他就联系不到任何人 他就只好去这个中国大使馆去求救 结果中国大使馆非说他的护照是假的 说他是台湾人假冒的 然后去找台湾的领事馆 就我现在就想起来这事情我都还是哭笑不得 就中国这个时候怎么不说台湾是中国的 就台湾不是你的同胞吗 小粉红最搞笑的是 就是说了他们这种人说 这种离开自己国家的人还算什么中国人 不救也是应该的 可是人家这个人失去旅游啊 就所以中国人就不能出国对吗 就中国人难道是在中国那片比较大的土地上面坐牢吗 监狱再大他也是监狱啊 现在整个中国的社会呢 笼罩在这个戾气非常重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人真的是很难冷静的 再加上现在经济肉眼可见全面下行 我觉得民众的情绪很快就会起飞了 说到经济呢就提一下 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中国从来就没有客观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过 因为对于党来说 其实开放一点点市场吧 也就只是一个懒财的工具而已 对他们来说 因为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已经穷到了一定的地步了 并且呢他们是看到了苏联的垮台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当世界老大这个梦想 他们可能就有了一个稍微新一点的认知 他们看看苏联再看看美国 当时的共产党他其实搞明白了一个问题 那么想当老大就一定要有钱 非常有钱 所以呢中国就肯定当时是决定韬光养晦的嘛 他们做足了姿态 向西方世界服软 一心就是要搞钱 那么加入WTO以来 他们好处可以说是全占了 那么之前答应的呢就当没说过 反正只要脸皮够厚够有钱 耍起无赖的话 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实际上中国真的从来就没有开放过什么自由市场 一个政府可以随时关停的市场 到底跟自由又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说白了就是全世界各国吧 都或多或少的就是肯定会介入市场 或者说他们有能力去介入 但是随时都能立刻让他shut down 就关掉的 我觉得中共应该是独一份了吧 而且呢大家现在也都搞明白了 就是对于市场来说 也都不能完全相信亚当斯密那个 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套嘛 一些必要的干预其实是必要的 当然了就还是得有一定的界限的 因为政府也好市场也好 其实都还在捉摸那个比例 主要还是人这个物种实在是太难去信任了 所以难免你给他一个机会伸手的话 他可能会越伸越长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过呢现在因为这个理性人呢 已经被证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乌托邦了 所以无论如何 现在都还在探索这个新的道路 不过呀这些什么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讨论 我觉得跟现在的中国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中国真的现在就是说 连一个自由的存在的市场都没有 什么理性人啊 什么市场经济的 都不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该考虑的事情 现在的教育呢还在变本加厉的 把新一代的人往这个沟里带呢 在中国出生的孩子们呢 可以说是一代比一代可怜了 人活这么一辈子 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而不自知 赚不到钱养活自己 然后呢一直还要被说是你不够努力 你不够勤奋 就从来没有人说抬头看一看 一出生就在头上顶着了共产党的这口大锅 在规定的赛道上啊 拖着这个200斤的共产党 还得让你狂奔 话说到这里呢 就是其实我的心真的是有点冰冰凉的 就是我感觉正常的中国人 应该差不多都会跟我是一样的一个感受 如果说台湾现在是充满希望的话 那中国差不多就是让人习惯于绝望了 当然了就是习惯于绝望这个状态呢 就加密欧之前在鼠疫里面还稍微评价过 说这个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